光天化日 男子被持刀抢劫五万元 北海人说对方有一个持刀的行为 危险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就感觉这个事情比较严重 抢劫便敲诈 报案人言辞漏洞百出 发现这个被害人在书画过程当中 故意隐瞒一些事实 这个情况非常可疑 神秘的女网友 诡异的灰色轿车 案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女网友约的车法 发现被害人从饭店出来之后 就有一辆灰色的大众轿车 跟上了这个车 一直尾随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神秘的抢劫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困难找警察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了 可是在天津市近海区 却有这么个小伙子 明明受害了 损失了五万块钱 但是找了警察之后 自个儿却接受了处罚 这是怎么回事 这天天津市近海区警方 突然接到一起报案 报案人姓陈 陈某声称 自个儿大白天 被一个犯罪团伙 敲诈勒索了五万块钱 而且情节还特别恶劣 当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白海人说 对方有一个持刀的行为 威胁他 这个情况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就感觉这个事情比较严重 刀都拿出来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敲诈了 分明就是持刀抢劫 那青天白日的 在公众眼皮子底下 竟然出现这么严重的恶性事件 这起报案立刻就引起了 这个警方的高度重视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也有了一丝疑惑 白天发生持刀抢劫的 这种案件的话 有点不太可能 因为这种太明目张胆的 这种恶性事件 现在这个事会不太可能发生 近几年来 由于天津警方的严厉打击 这类案件几乎早就绝迹了 陈某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呢 警方决定 让报案人陈某详细地讲讲 这个事情的经过 原则几个离他比较气效 算是这个事 站着回来站着给他带着牌所来 完了解情况 据警察回忆 陈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来到牌出所之后 他明显有点坐立不安 一副受到了惊吓的样子 在警察的询问之下 他开始就慢慢地叙述了 这个案发经过 陈某说 他是昨天吃完饭之后 驾车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跟别人发生了碰撞 对方占着人多势众 就用刀威胁他 把他强行带到了一个小区里 勒索了五万块钱 他的基本陈述是 1月23号下午 在徐华道与静门路交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对方将被害人勒索了五万块钱 如果说是自个儿撞了人家的车 被要求赔偿 这还有可能 但是陈某却说 这起车祸是因为对方从后头追了他的尾 被人从后方追尾了 应该是对方的权责 但是对方却突然掏出刀来抢劫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包围人陈某的就是一口咬定 对方是撞了他的车 然后又吃刀 逼他交出钱财 由于自己当时赤手空拳 又孤身一人 所以就只好选择破财消灾 陈某的这个表述听上去 确实是不可思议 口说无评 警察就问了 说你能不能提供一点其他证据 比如说什么视频录像之类的 可以还原一下这个现场经过 好佐证你的讲述 然而陈某却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说车祸现场是个死角 自个儿的行车记录仪啥也没记不到 撞他的那个车早就跑了 他甚至连对方的这车牌号都没看清楚 合着一切都是陈某的一面之词 而且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案发时间 按照陈某所说的 他是1月23号也就是前一天被人抢劫的 照常理来说被抢劫了就应该立刻去报案才对 陈某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才报案呢 作为受害人 陈某只说自个儿被抢劫了 可是对诸多细节都吞吞吐吐 语言不详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 发现这个被害人在说话过程当中 故意隐瞒一些事实 这个情况非常可疑 那么陈某到底在隐瞒些什么呢 警察觉得有必要对陈某这个人 以及他当天的行程展开一下详细调查 但是这调查结果实在是出人意料 警方发现陈某家境不错 本人的这个身份背景以及社会交往都挺正常 事发那天中午 他确实像自己所说的 是在跟朋友吃饭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嫌疑人描述的这个行车路线 然后调取了一下这个沿途的监控路线 发现这个被害人是下午两点多 在静海的东兴道 北段一个摔羊肉的饭店吃着饭 吃完饭之后 就沿东兴道一直向南行走 看了一下这个被害人车辆后方的情况 发现被害人从饭店出来之后 就有一辆灰色的大众轿车跟上了这个车 一直尾随 这辆轿车为什么要始终跟随着 陈某驾驶的这个宝马车呢 警方觉得它一定是有某种用意 行到某个路口的时候 这辆大众轿车的一个举动 更是加上了警方的怀疑 它最可疑的就是在 静门公路与虚华豆交口的时候 代案车辆向右拐 然后这个嫌疑车辆 在它后方有一个急加速的行为 这次加速并没有造成伤害 拐过了这个路口之后 就是陈某所说的了 发生车祸的这个路段到了 虽然事发现场并没有直接撞击的路向 但是通过陈某的指认 警方确认了一个重要情况 跟陈某撞击的正是这辆灰色的大众轿车 因为正常情况下 在转弯路段是不会急加速的 但是后方跟它发生这个事故的车 在那个转弯的时候 有一个急加速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怀疑这个后方车辆 有一个主动撞击的行为 怀疑它有这个敲诈勒索的可能 也就是说这场车祸 还真有可能是后方的这辆灰色轿车 故意造成的 陈某所说的这个货油竟然还去真的 但是呢 即便如此 也无法解释陈某的这个反常的反应 如果他真的是被悄悄勒索了 为什么会遮遮掩掩 直到第二天才报案呢 为了进一步调查案件的真相 警方调取了陈某当天的通话记录 在通话记录中发现了 他所描述的这个案发的前后呢 有几个可疑的通话 还真是这样 在案发前后 陈某的通话记录里头 突然出现了几个陌生的号码 这并不是他这个通讯录里头 经常联系的人 那么他究竟是在跟谁通话呢 警方立即就向这个陈某提出了询问 而这一次呢 陈某终于说实话了 他吞吞吐吐地告诉警察 说事发那天他确实有所隐瞒 希望警方千万不要追究他的责任 陈某究竟做了什么事 以至于会害怕警方追究呢 后来通过工作他也承认了 女网友约他吃饭 见个网友吃个饭 这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至于那么害怕警方追究 陈某表示因为见网友的同时呢 他还做了件事 当天自己可能是吃饭的时候 喝了几口啤酒 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不敢打报警电话 所以被对方以喝酒的这个名义 敲诈勒索了五万块钱 案情梳理到这儿呢 似乎一切都说得通 原来这个陈某是因为酒驾 才被人敲诈勒索了 因为当时我喝酒了 然后他招完我之后 他想跟我就是说 咱俩私底下把这事给结了 这就是想让我赔他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 陈某第二天才来报警 酒后驾车 那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 后果很严重 当然了 陈某现在说出来 那也是要受到训诫的 但事情到这儿 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陈某接下来所说的细节 又让整件事情波澜再起 陈某表示 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 给对方所谓的赔偿 因为车祸本来就是对方追尾 跟自个儿没什么关系 而且一开始 对方的态度也不是那么强硬 所以他趁对方不备 就偷偷溜走了 陈某很会找时机 可是他既然已经开车走了 这事也就完了 警方都觉得蹊跷 陈某为什么会去而复返呢 其实这一切都跟陈某 把车开走后 接到的一个电话有关 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人是谁 你还记得之前和陈某 一起吃饭的那女网友吗 没错 就是他 据陈某说 如果不是那女网友的话 那根本一开始就不会去喝酒 更不会酒驾 而且更不会复返被人抢劫 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重点说说这位女网友了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前头我们讲了 一顿饭 一开始就是这个女网友主动约陈某出来吃的 网络上聊了许久 这是第一次见面 俩人更是相谈甚欢 可是这饭没吃一会儿呢 女网友就主动提了个要求 他提起想喝酒 被害人平时据他说他不怎么喝酒 酒量很小 但是这个女网友就一直劝他喝酒 家人在旁盛情相邀 这陈某当然就不好拒绝了 再说也就是几杯酒的事 陈某就很爽快的答应了 然后当时就说可以喝 然后我们就去喝了酒 两瓶啤酒下肚 饭也吃了差不多了 趁着酒性 陈某就提出送这女网友回家 在喝完酒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说我想送你回家 他说你不用了 吃个饭喝个酒本来没什么 只要酒后别开车 打个车或者叫个代驾都行 可是女网友一方面果断拒绝了陈某 送他回家 另一方面却开始怂恿陈某自个儿开车回家 他自己也说了 担心酒驾被查 但这个女网友一直就劝他 别害怕没事 在静凯这门白天不查酒驾 在女网友的怂恿之下 陈某还真就是胆大包天的酒驾离开了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陈某先是被人追尾 被人发现酒驾实施讹诈 然后又趁人不备开车逃离 而他刚逃出去不远 就接到了女网友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话里话外满是关怀 走了以后 这个女网友主动和他联系 说你去哪了 然后被害人说 这个我刚才啊 这个飞让我喝酒 你看我出车祸了 出车祸了之后 我现在我回家了 这一回呢 女网友一改之前 劝人酒驾的那个态度 一听说陈某车祸之后跑了 立刻就扮演起了 守法好公民的形象 女网友就劝他 你这样回家 你这是肇事逃逸 然后在这个女网友的劝说下 接上女网友又回到来发现场 陈某本来胆子就不大 再加上女网友一再跟他说 那酒后驾车逃逸 抓了之后 那可是要坐牢判刑的 陈某这就慌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后呢 两个人再三商量 女网友就说 要不由他呢 陪着他回去跟别人交涉 看看能不能私聊 看到女网友答应跟自个儿一起 陈某这心里头呢就踏实了很多 只要不坐牢 其他的就不说吧 然后我就返回去 拉这个女的 然后去解决这个事 陈某说呢 他在女网友的陪伴之下 提心吊胆的 就回到了事发现场 而这个时候呢 追尾陈某的那几个人也还没走 还在那儿守株待兔的等着他呢 见到陈某去而复返 这几个人拉着他就不肯放了 他们四个人呢开着车 又到了一个销区里头 找了一个比较骗屁的一个位置吧 在车上聊着这个事 对方告诫陈某 说你这可是肇事逃逸 要是交警来处理的话 那你就完了 只有私聊 你还能有一些机会 两名男子这个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事不解决 咱就报警 这个被害人呢 比较老实 在家的是外地河北省人 在咱天津暂住 所以说他心里特别害怕 敲诈勒索 总得有个具体的金额吧 听了对方开出那价码 陈某那是一阵的眼晕 毕竟我是酒驾开车 然后当时我也害怕了 如果我还想着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让他们找我要的金额是五六万 五六万可不是个小数 这可坑苦了陈某 他只好找家人找朋友 开始东拼西凑了 他早他家了挖了要钱 完了呢 对方拿他的手机 跟他母亲他们通电话 说你这孩子 酒后着事逃逸 所以说你得挖了配合钱 说定五万最后 因为他母亲他们一直呢 走次 走次一直跟对方说呢 我们赶紧来 因为他藏着我 离着咱这事也比较紧 对吧 他说你等我来了以后呢 我打给你们挖了拿钱 陈某的母亲呢 想要来到现场帮儿子 这帮人当然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威胁他母亲 一会儿我们都到了交通队了 你就不给我们搭钱 马上都给他送你 交的交警去 所以说他母亲应该说 也是没有办法 给他可能拿微信转了两碗 因为威胁又能下个玩嘛 又让他朋友又给他转两碗 结果小子个人摔上了有一碗 但是说最后给他玩了五万块钱 敲诈勒索的过程到这儿就算告一段落了 付钱的拿钱的都各回各家了 只是这陈某回去越想越不服 再加上这钱的数目对他来讲也确实是不少 所以他这才在第二天编了个理由 报警了 说对方迟到强劫 经过一系列的侦查研判 警方对这起蹊跷的敲诈勒索案有了初步的了解 接下来他们就抽点精干的警力 成立了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 警方首先对大众叫车的撞击行为进行了分析 他们判断对方分明是故意撞击 有备而来 其次车上的人见陈某下车了 就立刻喊人来增援 企图在人数上给陈某吃点更大的压力 而且随后又来了一个聊丝的人 一二分钟就到了 很快他们说 那这个车房说 转完以后 对方都给他朋友完了打个电话 说我就是出尺骨了 你赶紧过来 一二分钟就到了 再有就是这个女网友了 她主动邀约 怂恿喝酒 怂恿酒驾 和看似巧合的这个电话 这都有着太多的意见了 女网友恰巧在这个被害人回家的途中 而且他们是刚刚分开 选择这个时机打电话 然后又劝她回去 主动和她就是帮助她去了事 这里边我们就发现 一边有很大的疑点 案件研判到这 警方做出了推断 这很可能是个碰瓷的团伙 这帮人究竟在哪 敲诈成功了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 如今是身份不明 去向不知 但是警察觉得 这些人作案技术娴熟 配合又非常默契 必然不是第一次作案 果不其然 在交警队一查 收获这就有了 我们就到了这个我们城区大队 进行了调阅了这个嫌疑人 他们的一个报警信息 通过咱这个研判 发现嫌疑人这一年多次 然后报这个类似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进行 一年以来有多起类似的交通事故 这也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这确实是一个酒驾碰瓷的团伙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有了更加惊喜的发现 在另外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当中 这个与陈某吃饭的女网友 竟然又出现了 有一起现场的这个 调阅现场的这个交通事故的现场资料 发现这个 这个女网友 这个陈某的这个 见的这个女网友 还和其中另外的一个这个被害人 还有这个所谓肇事的犯罪嫌疑人 他们同时都出现在了现场 而且咱当时咱也找了这个这个被害人 也让他别人了 一看也是这个女 所以说咱这说平白五五的 这个一个女的 两起家的案子都跟他有关联 所以说不是 确定了他应该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嫌疑人 警方调查发现 这女网友不再和多个案件都有关联 与敲诈陈某的那个团伙也有联系 发现了这个 跟他撞车的 跟这个被害人撞车的这个几个人 和这个女网友 他们之间有一些上 有一些这个通信上的联系 这就更加硬得我们这个猜想 他们就是一个团伙作案 经过大量的侦查工作 警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了制止犯罪 保护更多潜在的受害者 近海警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力 将这个犯罪团伙的骨干成员 陶某某 刘某某 石某某等人 一举抓获了 其中这石某某就是那个女网友 经过图审 犯罪嫌疑人都交代了 他们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 以及犯罪模式 他们原本是开黑出租的司机 后来在陶某某的组织之下 对酒驾司机进行侨诈勒索 但是随着警方对酒驾的检查 越来越严格 敢于酒驾的司机越来越少了 他们这生意越来越困难 直到遇上了年轻的石某某 根据石某某讲 他们是在2018年10月份前后的事 相识 相识以后就开始预谋着 以石某某这个女性 约网友见面 见面吃饭 吃饭期间 石某某主动提出来 和这个网友 然后喝酒吃饭 之后再把他们这个宾馆 见面的信息 告诉陶某某他们 陶某某他们就在 石某某与网友见面这个饭店门口进行敦守 只要这个被害人 开车一出来 他们在后面尾随 尾随之后选择适当的时机 进行追尾 你们看见这个女的 这个人喝完酒 从酒店里出来 然后就跟上了什么 就是十次喝酒了 就是跟上了 跟上了就有机会 蹭了就 在哪儿蹭的呀 就是有机会的话 看着有机会 或者不太明显的话 就拿 拿车的右侧叶子摆 或者说右侧门子 挂在左侧的后杠 或者左侧的后门子 就像他自己说 他自己喝酒了 不让报警跟下人家撕了事 撕了 石某某负责诱人酒驾 几个黑车司机呢 说手术带兔 先是主动制造车祸 然后趁机敲诈勒索 这个套下的还真的是天一无份 那么勒索的金额 又是怎么定的呢 要多少钱不固定 这回要多少钱 这回是包马这个五万 张嘴他没想到给五万 这是瞎要的 就是怎么说呢 好多时候要一万块钱呢 最后五百老师 好多时候说换个车 这车新买车 换个车 或者一两千老师 没想到这回呢 这个小孩啊 他家里直接给他五万元还击啊 正是因为抓住了受害者酒驾 害怕被查的这个心理 陶某某等人的这个敲诈呢 才多次得逞 而酒驾司机们一次次选择了私了赔钱 也让这个犯罪团伙呀 越发的胆大妄为 连续作案多起 却一直没有被警方发现 对于这种由女网友主动约被害人见面下套的这个新型碰瓷团伙诈骗案件 警方呢 认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犯的嫌疑人 石某某等人呢 也依法被刑事拘留了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受害者 陈先生 女网友了一个小小的激将法 就让他神魂颠倒 酒后逞能 不但差点 白白损失五万块钱 还要面临交警的严厉处罚 您说这又是何苦 所以啊 网络有风险 交友虚谨慎 再有就是千万不要这个酒后失德 无论什么时候 喝了酒就别开车 法律的红线的千万不要去碰 这样才能够断了那些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 更好的保护自个儿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还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下载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 观众